我们要继续探讨圆的切线方程式的求法 这里我们要进入第三个主题 也就是过圆外一个点 如何求出这圆的两条切线方程式 我们来看立体一 题目中给定了一个圆 那么现在我们要过这个圆外的一个点 P-1-2 要求出这圆的两条切线方程式 首先我们要先假设这条切线方程式 因为题目中只告诉我切线上的一个点-1-2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假设这条切线的斜率是m 那么利用点斜式我们可以假设 这条切线就是y-2等于m倍的s加1 接着我们把y-2这个值带入我们的圆方程式 就可以得到s-3的平方加上m倍的s加1的完全平方会等于8 接着把这方程式展开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x-1-2次方程式 也就是m平方加1倍的s平方加上2m平方减6倍的x加上m平方加1等于0 这个1-2次方程式应该要产生的是相等10根 因为圆跟直线是相切的情况 所以判别式呢要满足的是等于0 那么在这个方程式中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化解 计算出m平方等于1 也就是m等于正1跟负1 那么把m等于1跟负1呢 把它带入我们原先假设的切线方程式 y-2等于m倍的s加1 那么就可以把这两条切线方程式 求出来是x-y加3等于0和s加y-1等于0 继续看立体2 过圆外一个p点20 然后找根源s平方加为平方加6s加4等于0 相切的两条直线方程式 好 第一步呢我们还是设切线写率是m 那么利用点斜式呢 可以把切线写成y-0等于m倍的s-2 接着我们把这一次式呢带入圆方程式 经过展开整理之后的x的一圆二次方程式呢 可以写成m平方加1倍的s平方加6-4m平方倍的x加4加4m平方等于0 接着我们再利用切线的性质 因为直线根源只有产生一个焦点 所以这个一圆二次方程式呢代表的是相等10根 也就是判别式要等于0 那么请同学计算它的判别式 并做进一步的化解 我们就可以得到m平方等于四分之一 也就是假设的写率呢应该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二分之一 一个是负二分之一 我们把m的两个解呢带入我们假设的切线方程式 就可以写出它的两条切线 y等于二分之一x-1 以及y等于负二分之x加1 例题三 请同学过圆外的点02 做这个圆s加1平方加外平方等于1的两条切线方程式 好 第一步我们还是设切线写率是m 然后利用点斜式呢 可以假设出切线是y等于mx加2 接着把这切线的方程式呢 带入圆方程式 进过化解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x的预言二次方程式 就是m平方加1倍的x平方加4m加2倍的x加4等于0 因为直线根源是交予点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平方二次方程式呢 应该是发生相等时根 也就是它的判别是要等于0 那么这个判别是 4m加2平方解4倍的m平方加1乘以4等于0 经过展开之后 我们会发现到这个4m平方解4m平方是消掉的 也就是 这个方程式呢 最后解出来的斜率呢 只有一个解是四分之三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 过圆外的点做圆的切线应该是有两条 那么为什么 解出来的斜率只有一条呢 表示说这两条切线方程式应该是一条有斜率 而另外一条是没有斜率 有斜率这一条呢 我们把它带入我们假设的切线方式 可以得到是sinx-4y加8等于0 直线中没有斜率的直线 应该指的就是平行y轴的直线 也就是千直线 所以过02的千直线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x-0 也就是y轴 好 这是我们求出了两个切线方程式 有一条是千直线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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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